阿公牵着小男童 在新北市淡水热闹的中山路上散步 但仔细看小朋友下半圈 只穿着一件尿布连鞋子都没穿 同样身为人母的热心民众 打电话报案警方到场询问 网友发文说3月5号的晚上6点多 看到两个老年人牵着大约2岁的小孩 一路又拉又扯的 小朋友没有穿裤子 只穿尿布连鞋子都没有 全身脏兮兮 三个人看起来像是在流浪 只以晚上才17度 小孩不会冷到感冒吗 开口关心问有没有需要帮忙 小孩穿这样不会冷吗 老人家直接回 那你裤子脱下来给他穿啊 民众不放弃又问孩子的爸妈在哪里 阿公直接用台语回答说是呀 面对民众再次关心小孩 阿公又呛说不然你带回去养啊 很冷而且又没穿鞋子 还没穿裤子 阿公最后带着孙子搭计程车离开 因为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 警方一路追追到他们位在郊区的家 邻居替阿公缓夹 初步了解男童的爸爸在中南部工作 平时妈妈会照顾 当天是阿公带孙子出门 可能临时尿失裤子鞋子才赤脚 但警方不敢大意通报高风险 家庭和社会局持续关心 华氏新闻红皮华 蓝红志新北市报道 哈啰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氏新闻杂志哦